你知道共产党就是在过去45天 找了两方面的大V 我现在不跟你们说名字 在美国在社交媒体上YouTube 这是我们已经报给了美国的FBI 也报给美国这个政府 我们都会正在写文件 全部正式给他告过 不告过去 我们正在做 共产党 聂尔报小组 政法委 安全部 还有这些公安上 找到在美国和在世界上YouTube的大V 有100万有500万的 找了大概有六七个人 包括在国内 大家知道老梁 你七嫂子老爱看老梁那个节目 你七嫂子前天看老梁节目 突然蹦出来 什么这个这个 有这个郭文贵割韭菜洗脑诈骗 你七嫂子马上就给 正好给郭美说了 哎呀 这是你看过吗 你可别让你爸知道啊 你爸知道你爸会很不高兴的 郭美笑晕了 他说妈 这事多得很 到处都是 反正几早吓得不行 是吧 那我给你七嫂跟我说 说还很认真 我说郭美跟我说了 然后我说这没事很多 因为咱早就知道 共产党曾经找这个国内老梁多次残话 让老梁出节目砸砸砸爆料革命 揭穿所谓的锅骗子 揭穿所谓爆料革命 什么骗钱 啊 而且跟那个吴征当年 还有孙力军 傅政华一门一样 整出来什么的 我都没看啊 像天发时候没看 整出来动图 什么这公司 那公司 就像当年说的 集体会一样 这公司 那公司 整了一堆公司 画了图 你就像说人家整的还有那图啊 还有那结构图啊 还有公司图啊 还有那农场 你就像说看来不是老子 还有农场呢 这场都太可爱了 我笑的不行 就是 但是老梁这个人很了不起 老梁就坚决不干 据说给老梁是巨大的诱惑 老梁都不干 但没办法 说你不干 老子把你抓起来 最后这个 这是警察啊 这是灭报小组的警察跟我说的 最后是老梁说 那我没办法 你强法我弄 就老梁在 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最后就换到了 所谓 咋咱们爆料革命 就不是出自老梁的口 另外几个大V 另外一个女大V啊 做这个节目 听说500多万的关注量 一个女的 把她大连的家人给抓了 给叫起问话了 要讲党性啊 郭文贵是反党反国 反中 还是你八本组织共产党 我只想灭掉几十个 不超过一百个共产党 我最爱中国 我爱中国人 唯一最爱中国人的 就是我新中联邦了 是吧 然后你要讲政治 你要开始砸锅 揭穿那个郭文贵 结果人家也不做 还有一个在日本的大网咖 做节目也很火 两口子 也是找家谈话 必须砸郭文贵 不砸郭文贵不行 不砸郭文贵 现在惹不砸郁文贵 李宗亭